Hello, 大家好, 我是楊雪盈 今天是年初三, 亦是2月14日情人節 不知道大家今天有什麼節目呢? 今天大坑和銅鑼灣都有幾個推薦的地方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 首先, 大坑新村街有一個小市集 叫情人小市集 也有一些劍球、小食、青檸梭達 很好吃的, 想大家去試一試 旁邊也有很多好好的咖啡店 還有一些食市 也很努力, 希望大家去支持一下 另一個地方是銅鑼灣禮頓道的 852香港市集 之前我也有拍片介紹過 一個香港人 善用現在很多空子的店鋪 做了一個市集的招募 找到一些創業的檔主 令整個市集都賣一些很時興的東西 很新潮的東西 很適合情人節的東西 大家一定要去看看 還有, 大家都應該今天 因為赤口的關係 不去拜年都會去拜神 拜神來說, 車公廟剛剛在3點半宣佈了截籠 如果各位信眾要去拜神的話 因為人流的關係就要是另擇日子 至於現在排隊的 很多朋友現在有什麼情況 據報, 因為我也有朋友去過車公廟拜神 便說, 現場分成兩條隊 一條隊是要自行登記 另一條隊是要安心出行碼 其實兩條隊的差別很大 因為自行登記的隊長會比較長 而且, 處理也不是慢很多 然後, 安心出行碼 相對來說, 沒那麼受歡迎 對全港來說, 安心出行碼 也不太受歡迎 因為比較麻煩 所以, 自行登記依然是大家的首選 也有很多帶著老人家 背著小朋友整家一齊 都會傾向不用安心出行 會做自行登記 現場來說, 因為都是肩膀拍肩膀 所以, 大家都是要注意個人衛生 回來了 昨天, 張建宗司長又再次說 其實, 如果回落疫情的確診數字 去到一個可控制的範圍 其實, 有條件通關 首先, 香港一直都沒有封關 有條件通關 應該是跟大陸 但是, 問題又來了 現在, 既然有一部分 是豁免了去做一個檢疫隔離的人士 另外, 數字慢慢回落 今天也不夠二十單 在這樣的情況下 提到有條件通關 他也會說 要有條件 條件是甚麼? 就是要打疫苗 還有, 用不用安心出行呢? 我們現在都覺得 他當成是一個普遍性 大家都要用的 所以, 又要用安心出行碼 又要打疫苗 然後, 他要你答應這些 才可以做A, B, C, D, E 行 不論是去大陸 或者你要去看電影 晚上吃飯 去出入主題公園 拜神 全部 你都要做齊這些事情 對香港人 就很嚴重 因為, 現在說的 那些安心出行碼 大家可能會看到 其實他的型辦箱 在Apps 裝置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的型辦箱 其實他會拿出很多資料 他會拿出手機震動 照片 等等 他會拿出很多權限 如果你答應了裝置 你會授權這個程式 去得到這些資料 然後, 有些很精明 很利眼的人 又看到 這個程式的下方 其實有一個強法的強字 就用了強大的中國簡體的強字 即是上面是四方框的強字 亦都令到大家去質疑 這個開發商 或者這個網絡的供應商 不是網絡供應商 這些叫做軟件的開發商 或者它的伺服 是不是將大家的資料 他在安心出行那裡 拿到的資料 就是運回大陸 這也令大家很擔心 現在安心出行出現了 其實大家又不是很安心 亦都很擔心 我們昨天 另一則新聞 亦都令我很哀傷 就是日本福島縣 昨天晚上11點08分的時候 發生了7.3級地震 而那個震央就在福島縣外海的範圍 我昨天看到很大的感受 因為我在2018年去過福島 跟一隊攝製隊去過福島 紀錄片叫做311復興宇再生 說到311 剛剛就回福島縣的地震 就有再指這個地震 昨天晚上發生的2月13日地震 竟然是2011年3月11日 日本東北大地震的魚震 當年的地震 就是去到9級 現在這個魚震 第一次的魚震 就是7.3級 第二次應該是5.6級 看到這個災難 這些天災人禍 是沒有離開過我們的世界 我去過日本的時候 是看過那裡的核電廠 也有探過那裡的 很努力想復興地區的市民 也有探過那裡的動物 我的感受很大 就是 從天災來說 我們最多能夠 盡量去提升我們的科技 將防災的意識提高 以及建築建築上我們要注意的東西 去提高 其實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如何去珍惜這個眼前人 你身邊的人 你身邊的家人 有很多人都是因為 上次311的海嘯之後 就永遠痛失了他們 很深愛的家人 甚至乎有些很深厚的場面 就是拍攝全班的班相 其實是沒有剩下多少個人的 甚至乎整班都不見了 這些實在令人覺得太愛上 但是 不是說它是遠在日本 我們不去擔心 就是作為一個人類 其實 大家都會有這種人民的關懷 就算 這個不是發生在你親人身上 大家都會有同感 更加何況 現在這個天災 越來越頻繁的情況 前幾年香港都有很嚴重的風災 所以在氣候變化這麼大的情況下 當然也源於人類 一直都很不愛惜地球 令到我們的氣候變化 是人類其中一個大的推手 但是有很多事情我們能夠做到的 希望大家盡量做 如何對地球好些 盡量珍惜眼前人 令到自己和家人都裝備好 如何在災害前面 我們有更加強的抗災能力 或者我們的城市如何提升抗災能力 在政府現在不是正經的時候 剛剛又用一些肺炎的理由 令到余若薇不能夠代表黎智英上庭 但是各種質又好不一 在他們花心思做這些政治動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是更加值得我們去做 更加值得我們去反思的 能源方面 包括我們能不能夠完全不用核電呢 如果我們 假設當時福島縣311的時候 它是沒有核電廠的話 這個世界會完全不同 有很多人都有家 有很多人都不會因為輻射而死 今天就 希望帶幾個呼籲 因為今天是情人節 大家都珍惜眼前人 如果有什麼不開心的 盡量去抹掉 好了 今天就談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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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